联身活佛讲述大方广元诀修多罗了义经 在上一集我们听到了联身活佛解释经文 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寿 联身活佛认为不只是佛教 很多宗教都是讲神通的 到底有哪些例子呢 我们继续来听联身活佛宝贵的开始 今天我们所讲的神通 也就是齐和 刚刚好合一啊 那一个状况的时候 显得非常美好的这种现象 会出现的 好像我们求佛菩萨 让你找到一个工作 那你有心去求的时候没有 那无心的时候他就掉下来 这个有时候是佛菩萨给你一个灵感 或者他给你一个齐和的那个时机 产生一种美好的一种表现 耶稣的神通有时候他帮这个瞎子治病 让瞎子看见了 笼子听见了 这个中风的可以站起来 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几个这种现象 不是全部啦 但是呢 也能够显现这样子的神通的现象 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了 就是一种神通 很多事情啊 在神通在表面上啊 并不是像那个小说里面所写的这个变化莫测 他那个变化莫测是说马上即时的变 好像 这是一个金刚厨 那么我在桌子上一放 他就变成一条虫 就在桌子里面爬了半天又回来 又变成金刚厨 那么有时候啊 有很多古代的这些仙人 他可以在墙壁上画一个美女 用这个水墨啊 画一个漂亮的小姐 然后就跟他练练咒啊 跟他招招手啊 他就从墙壁里面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 倒水啊 倒开水啊 煮饭啊 做家事啊 跟你扫地啊 跟你做一些很多事情 他画这样子的话 我要多画一点美女 一画画108个 通通就出来 适候你 哇 非常好 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个仙人 他所显现的这种 神通的这种现象 但今天很少见到了 已经很少见到了 我们只能够讲 这是一种七何 十击 所表现最圆满的那一种状况 就叫做神通 那么 像昨天晚上 我又读报 什么叫读报呢 这个活菩萨 这个从虚空中降下来 然后拿一张报纸给你看 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么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就是把这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现象 拿出来 那么我还真的是读报 那个报纸的每一个字 我通通都念出来 而且记在脑海里面 醒过来还记住 这个就是我一先知道事情 的这种 也算是神通嘛 意知的本领嘛 有时候我读的报纸 我跟大家讲了 十年以后的报纸 我不是读过去的报纸 我读过去的报纸 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都是老新闻 我读的是十年以后的报纸 那么我就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这个就是意知的本领 这种东西就叫做神通 那昨天晚上切实读报了 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什么事 都显现给你知道了 这个就是一种神通 释迦摩尼佛所显现的神通 不只是这个 它可以放光 可以六大震动 放光动地 又显现 庆吟在西空之中 很多种很多种现象 释迦摩尼佛 有时候要说法以前 这个大地裂开 那么从地里面 出来这个七层宝塔 有虚空中 有佛菩萨下降 很多很 很这个 神奇的 变化莫测的事情 所以便不是说 这个佛教就不讲神通 而是 主要是说 我们只要所显现出来的东西 显现出来的神通 对人有益处的 就可以说 是真实的 是实际的 是真实的 是对人有益的 就可以说 但是你假如是说 是假的 是妄语的 是做梦的 是不真实的 是欺骗人的 那就不可以说 所以只要是对人有益处的 我们应该是可以讲 对人没有益处的 我们就不能讲 所以神通也是有分别的 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子 总是对神通 必须要有一个认识 所有的宗教都讲神通的 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神通的 不讲这个神通的 就不是宗教了 只算是一种人生的哲学 那么我们讲神通的话 就是不妄语 是真实的 对人有益的 可以说 假如是说 对人没有益处的 是妄语的 是假的 那就不可以说 这个一时 勃且勃 入于神通 就讲这个入于神通 因为这个只要 一进入神通的境界 它就是变化莫测 自由自在 通行无碍 那么今天讲 大光明场 三昧正寿 一般人在 一般人在讲解 大光明场 三昧正寿的时候 都说 佛陀 进入大光明 的禅定之中 他们的解释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边的解释呢 也就是显现光明 无尽的禅定 这个解释啊 假如是 诸位弟子 看了这个解释 都应该是清楚 明白了 是啊 是光明无尽的禅定啊 就这么简单 那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话 这个经也就不用讲 因为大家看了 都明白 因为啊 讲禅定啊 你去问很多的行者 行者只会跟你讲 就是专注于一个东西 使你的心不散乱 就叫做禅定